为了应应端午廉价期间 外地移入花莲的人流 花莲县府11号到14号 将在花莲火车站 及玉里火车站设置快筛站 全天后提供出站旅客的防疫检测 民众表示支持 有议员也提出 应该在机场及东西横贯公路 等处增设快筛站 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等 然后就上了火车 然后火车又对疫情又开始爆发 随时快筛站也是好的 就是多一份安全 大家比较安心一点 我希望整个在宜兰跟花莲的交界 或者台东跟花莲的交界 火车站还有那个飞机场 还有从离山下来那个太鲁阁 就是东西横贯公路那边 也做一个快筛站 这是我最基本 希望我们花莲县政府 能够做的一件事情 这是保护我们 疫情指挥中心 久后也公布 双铁推票情况仍在持续中 从8号开始 高铁从近5万张 降到4万2千张 台铁的部分 则是从8号的3万张 减少到2万7千张 站长也呼吁民众 到站后从前站离开 并配合筛检 当午年假期间 就是在11号到14号 为了我们花莲的民众的安全 那就是对于返乡的民众 就是在我们的出口这个地方 会设快筛站 那每一个到站的民众 我们会鼓励他 做了快筛以后 然后留下一些基本资料 那如果有快筛以后 有什么问题 再个别通知 根据县府统计 目前九成旅数业者 愿意自主停业 住房率仅有0.8% 目前持续下降中 而车站快筛站 属于自主配合非强制性 民众也担心 是否会有防疫破口 期盼到站旅客 能够发挥公民素养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原始新闻杂楼 BIT华林市采访报导